先会爱自己,再去爱别人,欢迎收听阅读查方。 拿到清华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我激动得泪目了。 寒门学子苦读十几年,为的不就是这一刻。 为了庆祝我保送清华,爸妈当晚决定带我出去吃顿好的。 但是刚刚出门,一阵刺耳的刹车声就把我们一家三口吓得倒退了两步。 再一抬头,一辆豪车停在了我们面前。 车上紧接着就下来了一对气质不凡的夫妻,后面还跟着一个戴着墨镜的女生,江北北。 爸妈对视一眼,几乎是同时将我护在了身后。 但那对夫妻却吃笑了一声, 真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你们两个人贩子居然当着亲生父母的面护着孩子。 爸妈瞬间急了,扯着嗓子大喊自己不是人贩子。 但对面的女人却不急不躁地说,这是你们的亲生女儿吗? 一句话,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 爸妈的眼圈都红了,他们回头看着我,略显无措。 我知道,下馆子泡汤了。 很快,那对夫妻坐在我家的沙发上,四处打亮着我们家略显简陋的小房子。 江北北,你已经十八岁了,是时候知道自己的身世了。 那女人说完瞥了一眼我爸妈。 我妈低头掉眼泪,我爸则抚着脑袋,长叹了一口气。 两久后他们才说,北北,其实你是我们领养来的,但我们真的不是人贩子。 听到这话,我狠狠松了一口气,然后挑眉看向了坐在对面的那对夫妻。 所以你们是。 那女人微微一笑,我们是你的亲生父母。 听说你考上了清华大学。 亲生父母。 我上下看着他们,看他们的样子,好像早就知道我在这里了。 保送的。 那对夫妻对视了一眼,对我瞬间就热情了起来。 最后,爸妈拗不过他们,还愣是让他们把我带走了。 在十八岁这天,我回到了自己所谓的亲生父母家。 车子停在三层大别墅面前时,我有些惊讶。 看他们的穿着打扮,我猜到了不普通,但没想到家里居然这么丰厚。 但还没等我说话,旁边戴着墨镜的女生,就撇了撇嘴。 像八老,没见识。 你不会刚回来,就惦记上我们家的房子了吧? 我收回目光后,看了他一眼。 淡淡地说,我在想从清华大学毕业后,是不是也能买得起这样的房子。 那女生吃笑一声还想说话,不过那对夫妻轻轻碰了碰手臂。 进去后,家里有两个保姆,事无巨细地照顾着。 但还没等我的屁股作热,我的亲生父母就又问, 北北,你能直接保送清华大学,成绩一定非常好吧? 这一点我不否认。 不好能被保送吗? 爸妈对视一眼。 紧接着,就让保姆送上来了一份文件。 北北啊,这是你的双胞胎妹妹。 当年你被人贩子从医院抱走了, 这么多年都杳无音讯,爸妈急都急死了。 我淡定地看着他们,示意他们继续往下说。 见我不吃这套感情牌,那对夫妻脸色变了变, 也不和我兜圈子了。 你跟妹妹互换身份吧,让妹妹上清华, 你用她身份考试,肯定也能考上的。 你成绩那么好,还可以高考考上清华。 我没想到是这种事,还愣了一下,什么? 如果你答应的话,我们会给你钱作为补偿。 他们把文件往我面前推了推, 我这才发现,这是他们早就准备好的交换身份的合同。 我那双胞胎妹妹神情巨傲地说, 我男朋友就是清华的男神, 还是京圈老太爷的唯一继承人呢? 只要你同意换身份, 以后我会让他给你口饭吃的。 京圈老太爷唯一的继承人, 清华大学的男神。 我歪着头想了想,然后笑了。 就是那个靠我压提上清华, 上周他还哭着喊我姑, 求我给他点零花钱的根屁虫吗? 泽泽,是他呀。 估计我语气得不屑, 刺痛了他们的神经, 几人纷纷恼羞成怒。 你笑什么? 这些钱够你一辈子花的了, 再说你学习这么好, 晚上一年又怎么了? 看着面前这两位所谓的社会精英, 上流人士, 我用指尖点了点合同。 互换身份, 冒名顶替, 这种违法的东西就算签了, 也不受法律保护。 你们的律师团队没有告诉你们吗? 还真以为我没上过大学好糊弄? 那对夫妻的脸色 瞬间像吃了屎一样难看。 我那妹妹也气得把墨镜摔到了桌子上, 看到她的瞬间我内心是诧异的。 在这个世界上, 居然还有一个和我长得美眼神似的双胞胎妹妹。 但看清她眼底的愤怒之后, 我又淡然了, 还不如没有。 那对夫妻皱眉拍了她一下, 林染, 不许对姐姐这样。 哦, 原来叫林染。 那对夫妻一左一右地坐到了我旁边。 他们拉着我的手, 开始哭天抹泪。 北北, 当年都怪那个该死的人贩子, 不然咱们一家四口早就团聚了。 以后回到咱们自己家来住吧, 好吗? 爸爸, 妈妈会把你没享受到的全部都偿还给你。 我想都没想, 就点了点头, 好啊, 这本来就是我应得的, 没什么好推辞的。 但我似乎答应得太快了, 他们还有些没反应过来。 于是我又好心地说了一遍。 我说, 好啊, 我同意了, 我愿意留下来。 旁边的林染急得都快坐不住了。 那对夫妻按住了林染的手。 然后又笑咪咪地看着我问, 那刚才爸爸妈妈跟你商量的事。 我同样微笑看着他们。 爸爸妈妈, 那件事。 在他们期待的目光下, 我在一次斩钉截铁地拒绝。 我不同意哦。 家里有四个人, 除了我之外的三个都笑不出来了。 我给爸妈那边打电话说明了情况, 得知我要在这边住一段时间后, 我隔着电话都能感受到他们的沮丧。 也是。 我们家虽然不富裕, 但从我记事以来, 爸妈就把我放在手心上捧着。 钱不多, 但胜在家庭氛围一等一的好。 现在我好不容易考上了清华大学, 居然被横空出现的亲生父母带走了。 谁能不沮丧? 于是我又隔着电话, 安慰了他们一通才, 稍微好了一点点。 留在这里也不是为了认祖归宗。 我只是想看看, 我这所谓的亲生父母究竟能偏心到什么程度。 早不找我, 晚不找我, 偏偏我考上清华大学就找上门来了。 我不信世界上有这种巧合。 他们给我安排了一间卧室让我住了下来。 关上门的瞬间, 还能听到他们一家三口在外面嘀嘀咕咕的动静。 冉冉, 爸爸妈妈有钱, 咱们可以出国留学的, 不一定非要去清华大学。 国外的好大学任你挑, 好不好? 多少钱咱家都能拿得出来? 林冉任性的声音从门外响起。 我不要。 沈阔就在清华大学读书, 他都考上清华了。 我要是不去, 万一他被其他女人勾引走了怎么办? 爸妈, 那可是沈家唯一的继承人啊。 沈阔, 沈阔就是个花花公子, 仗着家族基因好脑子聪明, 再加上我给他压题, 他才误打误撞地考上了清华。 他谈对象我倒是不惊讶, 但他女朋友居然是林冉。 我不动声色地给沈阔发了条短信, 你谈对象了。 那边秒回, 姑, 你咋知道的? 刚有点苗头, 还没正视在一起呢? 姑, 求你了, 你别告诉我爷爷行不行。 我给你做牛做马, 去学校给你排队打饭。 嘖嘖, 除了几个当事人, 暂时没人知道, 前段时间沈家老爷子看我顺眼, 认我当干女儿了。 林冉要是真的和沈阔在一起, 还得跟着她的辈分 恭恭敬敬地叫我一声姑姑。 要不然, 我现在分手也行。 我勾着唇角忙给沈阔回信息, 先这样吧, 回头带出来给我看看。 说实话, 我开始无比期待这场抓马的事件了。 我就说, 这个世界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吧。 林家这边还在疯狂讨好我。 今天一张银行卡, 明天移动房子转移到我名下, 要不是知道他们的真实目的。 我恐怕真的要被这些真金白银给砸晕了。 拿到这些东西后, 我高兴地屁颠儿地跑回了爸妈家。 爸妈, 我回来了。 老两口从卧室里跑出来时, 步子都是凌乱的。 北北, 我们还以为你不会再回来了。 在那边怎么样? 没有受委屈吧? 哎, 爸妈知道, 你跟着我们没出息, 是我们没本事, 北北。 我直接用那张银行卡打断了爸妈的施法。 谁说你们没本事了? 现在有了。 爸妈一愣, 北北, 你这钱哪来的? 我大大咧咧地扯了扯嘴角。 他们给的。 为了让他们收钱, 我开始胡说八道。 他们说了, 这个是这么多年的感谢费, 说把我教育得这么好, 辛苦你们了。 看到爸妈逐渐湿润的眼眶, 我又多说了几句。 他们说了, 以后我还是你们的女儿, 还能管你们叫爸爸妈妈, 我想住在哪边都可以。 真的? 我笑着帮我妈擦干了眼泪, 当然是真的了。 爸妈彻底喜极而泣了。 我在家里待到了下午才回去。 一回到那边, 气氛立马就沉重了下来。 林燃首当其冲, 江北北, 你一下午花了三百万, 干什么去了? 还没等我说话呢? 他又指着我怒斥。 我们都已经查了你的转账记录了。 你居然把我们家的钱 转给你的养父母, 刚回来就学会吃里扒外了。 看来爸妈就不应该把你找回来, 你这样的人活该一辈子受穷。 那对夫妻也神色复杂地看着我。 北北, 你妹说的话操理不操, 这次你做得确实不对。 我挑挑眉, 爸妈不是说那些钱 是弥补我之前过的苦日子的吗? 我把你们当父母, 可我花的每一分钱 你们全都还要查清楚去向。 爸妈, 我知道我从小不在你们身边长大, 你们更疼妹妹, 但是你们明显没把我当成一家人。 与其这样, 我还不如走呢? 我毫不犹豫地转身就走, 下一秒那对夫妻就一左一右地拉住了我。 别, 北北, 我们不是那个意思。 他们一边说着, 还一边给林染疯狂使眼色。 是啊, 我要是现在走了, 她的清华梦更没戏了。 林染垂在身侧的双手, 钻成了拳头。 两久后, 她才憋出来了一句, 姐, 我错了, 刚刚是我说话口无遮拦了。 我不说话, 你别和我一般见识。 我还不说话, 我真的知道错了。 终于, 林染没忍住, 破口大骂了起来。 江北北, 你到底想怎么样? 你一个穷逼, 偷我家钱你还有理了? 我叔弟红了眼睛, 爸妈, 我只是想用那些钱, 报答一下我的养父母而已。 执恩图报不是最基本的吗? 怎么到了妹妹嘴里就, 我用的钱都是你们给我, 让我自己支配的。 就算手里没钱了, 我也没有问你们要啊。 爸妈对视一眼, 扭头就用手机又给我转了钱。 听着支付宝到账的声音, 我美滋滋地咧开了嘴。 谢谢爸妈。 妹妹, 我原谅你了。 回到卧室后, 我又把钱给爸妈赚了过去。 他们含辛茹苦地把我养大成人, 我就喜欢用亲爹妈的钱报答他们。 林染生气。 这才哪到哪呢? 他气炸的日子还在后面呢? 上次吃瘪后, 林染一直怀恨在心。 爸妈多次试探发现用钱砸我没用后, 对我的态度也开始有所转变了。 吃早饭时, 所有人的盘子里都有培根, 香肠, 温泉蛋, 还有一盏燕窝, 只有我的是一碗白粥, 连一根咸菜丝都没有。 为什么我的和你们的都不一样? 林染冷哼一声, 眉眼中带着浓浓的挑衅意味。 你这种乡下人, 早餐吃的应该都是这个吧? 怎么了? 吃了两天好东西就忘本了? 别以为自己坐上豪车, 住上豪宅就是有钱人了, 你身上的那股子穷酸劲 是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的。 我看了一眼默不作声的爸妈, 林染撇着嘴翻了个白眼, 然后又切了一块香肠 丢到了我面前的桌子上。 这么馋, 吃吧, 看爸妈的态度是不管了。 我气笑了, 林染也同样笑着看我。 怎么样? 我没说话, 只是默默地抬手 把白粥扣到了林染的头上。 白粥兜头而下, 米粒一颗一颗地 挂在林染的脸上。 这一瞬间, 空气仿佛都凝固了。 啊! 林染尖叫着站了起来, 而我则趁着他们没反应过来, 直接跑回了卧室里。 那对夫妻肯定会站在林染那边的, 和他们正面硬碰硬我讨不到便宜。 果然, 我前脚锁上卧室的门, 林染的咒骂声和拍门声 紧接着就响了起来。 你给我滚出来, 敢做不敢当算什么本事? 有本事你给我出来啊。 卧室门被踹得直晃。 爸妈愤怒的声音也随之而来, 江北北, 你这次真的太过分了。 自从你回到这个家, 谁不是一直忍让着你? 你竟然这么对你妹妹, 万一这粥是烫的, 你妹妹就毁容了。 赶紧把门给我打开。 陈姐, 把卧室的钥匙给我拿过来, 想揍我。 趁他们打电话的功夫, 我给沈阔发了条短信。 爸不是说要办一场认亲宴吗? 告诉他我同意了。 正好借机见见你女朋友, 你现在就给他打电话。 短信发出去, 后门也开了。 我不紧不慢地 把手机揣到了兜里, 笑看着对面 有些癫狂的三个人。 江北北, 这里是我的家, 你凭什么在这作威作福? 我耸耸肩膀, 是你们求我回来的, 不是吗? 还是说, 我抬头看向了满脸怒意的亲爸亲妈, 其实你们早就知道我在哪里, 只是看到我被保送清华了, 为了让我和妹妹互换身份, 所以才让我认祖归宗的。 你们有林染这一个女儿就够了, 对吧? 见不得人的心思被我公之于众, 他们大概也没脸承认。 正吱吱吾的时候, 林染的电话响了, 她看了一眼, 瞬间喜形余色。 喂, 沈阔吗? 怎么了? 听着这甜蜜的声音, 我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我压根就没想说话的, 但那对夫妻却用眼神示意我闭嘴。 电话挂断后, 林染兴奋的原地转圈。 爸妈, 沈阔邀请我去参加他们的家宴。 具体时间还没定, 说是他们家爷爷认了一个干亲, 要把我也介绍给大家认识呢。 全家人瞬间高兴得不知所以, 把刚刚发生的事都忘了。 那对夫妻激动地去给她准备衣服, 林染也兴奋地跑了出去。 只不过刚跑出去两步, 她又回来了。 林染得意地看着我, 对了。 你这个香巴佬是不是连审阔是谁都不知道? 就是我和你说的我在清华的男朋友。 原本我还想着借用你的名额, 去学校和他拉近距离的。 但现在我们要见家长了, 不需要你了。 我用看白痴的目光看着他。 呵呵,林染冷笑一声, 实话告诉你, 你刚刚猜对了。 以后你在这个家里就没有利用价值了。 就算是双胞胎又怎么样, 长着和我一样的脸, 可你这辈子注定和我有着云泥之别。 说完, 林染扬长而去。 我看了一眼手机, 沈阔还在问我想要什么时候办宴会。 想想林染迫不及待的样子, 我回, 明晚吧。 我也很期待他在沈家的家宴上看到我的样子。 第二天, 他们一家人从早上就开始忙碌了。 而我则接到了沈家的电话, 中午就要被接过去做装造了。 出门的时候, 林染又对我冷嘲热讽了一通。 哼, 你也知道今天我们全家出动不带你, 开始觉得尴尬了。 也是, 知道出去躲躲还不算傻到家。 我要是你啊, 现在就滚回自己乡下那个老家去, 免得在这不受人待见。 我回头看了他一眼, 好好打扮打扮自己吧, 能去沈家的非富即贵, 难道你用尽全力也就只能把自己打扮成这样吗? 说完, 我直接出了门。 林染在后面气得跳脚, 我则坐上了家门口的保姆车, 整整一下午我都在做装造。 从服装到发型, 再到最后的妆容, 连喷的香水都是有讲究的。 看着镜子里容光焕发的自己, 我仰起来了唇角, 不知道林染那边会把自己弄成什么样子。 我出门的时候, 故意嘲讽了他一句, 估计他现在正在家里, 努力展现自己的过人之处吧。 一切都收拾好后, 已经是晚上八点了。 沈阔准时出现在了门口, 姑,走吧, 我爷爷奶奶在家等你呢。 我挑眉看着他, 难道他就没发现林染和我长得很像? 沈阔被我盯得不自在, 怎么了? 哎哟, 我的亲姑姑到底又怎么了? 就因为你帮我考上了清华, 你现在都是我们家祖宗级别的存在了。 一会见到我爷爷, 你一定要帮我说点好话呀。 我点点头坐上了车, 沈阔还狗腿子地帮我把裙摆整理了一下。 出发后, 我若有所思地问他, 给我看看你女朋友的照片。 沈阔一拍大腿, 像是打开了话匣子似的。 我要不是知道你爸妈是谁, 我都要怀疑你们俩是不是姐妹了。 一会你就能见到他了, 我保证你绝对会有惊喜。 我没说话, 对我来说确实是个惊喜, 但是对某人来说就不一定了。 到了沈家后, 沈阔的爷爷奶奶拉着我聊个没完。 作为今晚压轴级别的存在, 我自然是不用早早亮相的。 只是聊了没一会, 沈阔的手机就开始不停地响。 沈阔的爷爷眉头一皱, 不愿意在这里呆就滚出去。 爷爷, 沈阔偷偷戳了戳我的胳膊, 用口型和我比, 我女朋友来了。 见我没反应, 他又双手合十给我作衣。 你帮我打个圆场, 是你让我把他叫过来的。 你不知道他们一家子有多烦人, 这件事你必须负责到底。 我无语地摇摇手, 干爸干妈, 就让他去吧, 估计是同学来了。 沈阔的爷爷奶奶 这才放了话, 让他走。 沈阔没个正行, 我们家就只有你能震得住他。 以后你们在同一个学校上大学, 一定要狠狠看着他呀。 我笑着点头, 爸妈放心。 也是, 他们对我放心, 也知道我压得住沈阔, 才让我帮忙盯着他的。 那林染想和沈阔在一起, 当然是要掀过我这一关咯。 沈阔把林染一家接进来后, 我也偷偷溜了出去。 趁着林染一个人去洗手间的功夫, 我跟了上去。 他洗手时一个抬头便看到了我, 江北北。 他诧异地转身, 看到我身上的装扮后脸都扭曲了。 你怎么会在这? 你也配穿这么好的衣服。 在家里蛮横惯了, 他说完就要上来扯我的礼服。 我面带微笑站着没动, 只是嘴上警告他, 你想被赶出去。 差点就落在我身上的手, 硬生生地停顿在了半空中。 你为了挤进上流社会, 还真是费尽了心机呀。 为了做这身装扮, 没少花钱吧。 放心, 等回去之后, 我就让爸妈停了你的银行卡。 亏你还被保送了清华大学呢, 原来学霸也这么虚荣啊。 我告诉你, 等我和沈阔结了婚, 我让你在这个地方混不下去。 我笑了, 你有什么好笑的? 以沈家的能力, 撵死你还不容易。 看着他咬牙切齿的样子, 我好心提醒。 我笑的是, 你不会真以为沈阔会娶你吧? 说完, 我踩着高跟鞋转身离去。 林燃咬着牙压着声音在后面怒吼, 江北北, 你给我滚回来把话说清楚。 还用说吗? 一会他就知道了。 宴会正式开始后, 沈阔的爷爷在台上讲了许久。 大概的意思就是, 沈家心认下的干女儿非常受宠, 在这个家里的地位也非同凡响。 我在后面候场, 还能看到林燃像眉骨头似的靠在沈阔的身上。 沈阔多少知道场合, 好几次让林燃做好, 可林燃就是不听, 我看得直恶心。 正想翻白眼的时候, 沈阔爷爷那边忽然冲我招了招手。 重新做好表情管理后, 我迎着所有人的掌声走到了沈阔的爷爷奶奶旁边。 还在角落里撒娇的林燃, 根本就没注意到这边的动静。 于是我接过话筒, 大大方方地自我介绍了一下。 大家好, 我是江北北。 话音落, 林燃那伸过去碰沈阔的手, 瞬间顿住了。 她僵硬的身子, 一寸一寸地看了过来。 四目相对间, 林燃整个人都愣在了原地。 而我则笑咪咪地冲她摆了摆手指。 站在人群中的那对夫妻 更是目瞪口呆。 我笑了, 想不到吧? 被他们在家里处处针对的人, 居然成了沈家的干女儿。 短短一天, 我直接变成了 他们想巴结都巴结不上的人。 把我介绍给大家后, 沈阔的爷爷奶奶 又亲自带着我走了一圈。 如此一来, 我便彻底被大家所熟知了。 再加上, 我被保送了清华, 这群人精更是高看了我一眼, 纷纷要添加我的联系方式。 我当然来者不惧, 毕竟, 送上门的人脉, 不要白不要。 当然了, 林家这种 只能算是上流社会尾巴根的人家, 沈老爷子都不屑于结交。 他们一家三口, 战战兢兢地端着酒杯等了半天, 直到最后, 沈老爷子累了都没看他们一眼。 沈老爷子退场后, 林家的人就迫不及待地围了上来。 所有人对我的态度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尤其是那对夫妻。 北北, 这么大的事情怎么瞒着爸爸妈妈呀? 哎呦, 真是我的乖女儿, 爸爸妈妈就知道, 我们的女儿怎么可能这么平凡呢? 我淡漠地把手从他们的手中抽了出来, 顺便还调整了一下手上那颗闪亮的大钻石。 那对夫妻善善地对视了一眼, 竟然又厚着脸皮凑了上来。 北北, 沈老爷子的卧室在哪里呀? 你看, 你妹妹不是和沈阔在一起了吗? 今天说好的双方家长见面, 你带我们去见见呗。 林染站在旁边死死地咬着牙。 嘖嘖, 到底还是从小就被保护得很好, 脸皮薄, 不好意思开口求我。 不过我可是很乐意成人之美的。 我招招手, 沈阔就屁颠屁颠地从另一处跑了过来。 哎, 姑你们认识啊? 怎么样, 是不是非常惊喜? 我用看傻子的眼神看了他一眼, 然后无语地开口。 听说你是带他们来见家长的, 怎么还不去见? 人家都迫不及待了。 林染的双手放在胸前, 眼睛里面充满了期待。 但沈阔却吃笑一声, 指了指他们三个。 姑, 你开什么玩笑呢? 这不是已经见了吗? 此话一出, 林染也彻底也站不住了。 他拉上了沈阔的手臂, 哥哥, 你别开玩笑了, 是你说, 咱们今天双方家长见面的呀, 我都把我爸妈带来了。 林染说话的声音说大不大, 但说小也不小。 沈阔最近好不容易表现得好一点, 讨到了沈老爷子的欢心, 怎么会在这个结果眼上让自己掉链子? 偶尔在私底下调情, 没人看见怎么都好说。 但现在, 可处处都是老爷子的耳目啊。 果然, 沈阔直接皱眉和林染拉开了距离, 然后站到了我身后, 谁跟你开玩笑了, 你不是见到我们家长辈了吗? 我姑, 这不是在这站着呢? 林染神情一致, 她好像都快要裂开了。 哥哥, 我以为, 沈阔不耐烦地 甩手打断了她后面的话。 你以为什么? 你该不会是觉得 我要带你见我爷爷奶奶吧? 我那所谓的亲生父母 站在后面一句话都不敢讲, 甚至还要偷偷地 拉他们宝贝女儿的胳膊, 算了算了, 肯定是你误会了。 姑姑也是她的家人啊, 咱们这不是见到了吗? 说完, 他们又疯狂给我 使眼色让我说好话。 沈阔, 姑姑, 你看他们两个 是不是还挺合适的? 我咬着舌头 才忍住了没有笑出声。 听完她的话, 我佯装认真的 上下打量了 他们两个一眼。 然后开口 就是最致命的问题。 沈阔考上了清华, 你呢? 林染的脸颊 瞬间就红了。 也是, 她还想假冒 我的身份上清华呢, 她难好意思说 自己的真实成绩啊。 但是旁边的沈阔 没了耐心, 我姑问你话呢, 说呀。 最后, 林染用文字大小的声音 挤出来了几个字, 发挥得不是很好, 但也在北京读书。 不是很好是多少。 这边的声音 已经引来了不少人的注意。 在多方压力的逼迫下, 林染不得不脸颊通红地说, 三百多分。 这下不用我说, 其他听到的人都 嘖嘖了两声。 那对夫妻看我的眼神 像是脆了毒。 我没说话, 只是默默地看向了沈阔。 沈阔几乎是毫不犹豫地 站到了我身边。 他善善地说, 哎呀姑, 他就是我一个普通朋友而已。 一句普通朋友, 林染的眼睛里 立马含了泪水。 他转头哭着跑了出去, 那对夫妻想骂我 却也无可奈何。 我悠悠地看向了沈阔。 你不去追? 沈阔耸了耸肩膀, 玩玩而已。 不过姑, 我怎么觉得 你们两个长得很像? 废话, 一母同胞, 能不像吗? 只是林染说得对, 我和他之间 确实是云泥之别。 再次推开那扇门的时候, 屋子里的三个人 都齐刷刷地瞪向了我。 林染哭得眼睛 像核桃一样肿胀。 江北北, 你是故意的对吧? 你就是想让我当众出丑。 你早就知道我喜欢沈阔, 既然他那么听你的话, 你就不能让他好好地和我在一起吗? 为什么非要这样对我呢? 我挑眉反问, 是啊, 你们为什么非要这样对我呢? 如果我没有保送清华, 你们是不是这辈子都不打算把我认回来? 那对夫妻避重就轻, 扯着嗓子, 冲我怒吼。 我们带你回来是希望你能好好对你妹妹的, 你看看你才回来几天就做了些什么? 你把林染毁了, 你知道吗? 如果早知道你是这么恶毒的人, 从你出生那一刻, 其我就应该把你掐死。 你这种人就不配活在世上。 瞧瞧, 这是为人父母能说出来的话吗? 他们对我的所有嘲讽都避而不谈, 我只是稍作反击就十恶不赦了。 既然如此, 我干脆大大方方地点了点头。 没错, 我现在一句话, 沈阔依旧会跟你在一起。 林染, 你跪下来跟我道歉, 我就给沈阔打电话, 怎么样? 客厅内陷入了一片寂静当中。 我本以为此话一出会遭到强烈的斥责, 但是没想到啊, 那对夫妻居然没有反驳, 他们甚至还追问了一句, 我们怎么相信你说的是真的? 这一刻我瞬间释怀了, 原本以为他们很爱林染的, 但现在看来, 林染也比不过利益啊。 我和林染在他们心目中的分量, 也只是半斤八两而已。 林染推开了那对夫妻, 抄起桌上的水果刀, 就想朝我冲过来, 但被我带来的保镖拦住了。 看吧, 只要我有地位, 他们就算恨得牙根痒痒, 也不敢拿我怎么样。 我回到了自己的养父母家, 他们看到我回来后激动得热泪盈眶, 我把这段时间发生的一切都如实相告了。 北北, 别回去了。 爸妈拉着我的手, 眼底泛着心疼的泪花。 一个多月后, 沈家派人送我和沈阔一起去大学报道。 我给爸妈留下了三分之二的存款, 让他们好好出去旅游, 等我放假就回来。 沈阔这个花花公子, 光是站在学校门口, 就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 姑, 你说我的好日子是不是来了? 要是能在这找到一个对象, 那我以后的孩子岂不是智商超群? 我默默地播通了沈老爷子的视频, 想让他好好听听自己孙子在学校门口说出来的虎狼之词。 结果视频刚刚接通, 我就看到自己的身后有一人鬼鬼祟祟地凑了过来。 看清他手里的尖刀后, 我瞬间瞪大了眼睛闪躲。 江北北, 你不让我上学, 你也别想迈进这学校一步。 是林染。 她的疯狂举动造成了一片混乱。 我堪堪躲过了她的攻击, 她则被保安按在了地上。 林染咬着牙, 死死地瞪着我, 你就是不想让我好过。 我和沈阔对视一眼, 转手就报了警。 这是你的情债吧? 这算不算是替你挡灾了? 沈阔愣愣地点头, 头一次见到这么疯的女人。 我冲她摊开手, 精神损失费。 姑, 我也给我的生活费, 还没有你三分之一多。 做笔录的功夫, 林染的爸妈也疯疯活活地跑来了。 他们一看到, 我就破口大骂, 那话难听到警察叔叔都拍桌子了。 在学校门口袭击人的是林染。 你们就是这样教育孩子的事吗? 拘留。 从警察局出来后, 沈阔拍着胸脯说, 姑, 虽然我不能给你钱, 但是你放心, 这口气我一定帮你出了。 说完他就给沈老爷子打了个电话。 爷, 能不能把林家收购了? 给我姑就行。 好小子。 这次, 我终于正儿八经地踏进了清华的校门。 我在学校里认真上课积极参赛, 每天既要忙着自己的课业, 又要忙着监督沈阔不能在学校里乱搞。 忙得很。 一个月后, 林家的产业竟然真的全都到了我的名下。 沈老爷子原话, 北北, 好好看着沈阔那个浑小子。 要打要骂随便, 交给你了。 我转手又偷拍了一张 沈阔不好好上课的照片发了过去。 一分钟后, 五十万奖励到账了。 再这么下去, 以后我考研, 考博, 做科研, 都不用去外面拉经费了。 日子啊, 真美。 故事二。 男朋友跟我约会, 嫌弃我每次都白T恤加牛仔裤, 以一点都不扬眼的理由跟我分手。 分手后, 他找了个穿香奈儿的女朋友在我面前炫耀。 哦, 香奈儿啊, 品牌方前几天刚送来一季度的新装, 放在我五百平富士别墅的衣柜里。 我跟王庆云恋爱三百天纪念日的这天, 我高兴地带着他回家见了我爸妈。 在回家之前, 我爸妈就告诉我, 为了避免我找一个视力眼的男朋友, 他们决定装穷。 于是, 五百平的富士别墅变成了一套二十亿厅的小公寓。 我的高定礼服, 包包, 香奈儿, 骨池都只能暂时性地被关起来。 连带着的, 还有我的宝贝豪车们。 我信心满满, 觉得王庆云肯定不会在意这种浮于表面的物质性东西。 毕竟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我就是没有任何身份背景的一个普通人。 可我万万没想到。 他一进门, 脸色就变得不太好看。 我热情地将他领进家门, 他淡淡地开口说了一句, 叔叔阿姨好。 然后将手里带来的一些礼盒都放在了客厅一旁的地上。 我看了一眼那些礼盒, 总共加起来也不会超过五百元。 就连高档拿得出档次的保健品都没有, 全是一些小饼干, 小蛋糕之类的。 看起来就像是打发叫花子的, 我倒是不在意这些, 但是第一次上门总要有些诚意啊。 我抿了抿唇, 有些不太开心。 这是他第一次来我家, 从礼品上我就能看出来, 他的不在意, 不用心。 可他无视我的眼神, 在放下礼盒后, 自顾自地坐在了我家二手沙发上, 低着头在那里玩着手机。 坐下去之前, 他还有些嫌弃地 用口袋里的湿巾纸擦了擦沙发上的灰尘。 我妈看了看他, 没说什么, 只是脸上的表情也有些不太好看。 先吃饭吧。 他应了一声, 然后站起来, 走在了餐桌前。 餐桌上摆满了二十道菜。 有我妈特地托人 从国外空运过来的野生鲍鱼, 大龙虾, 还有一些海鲜。 我看了眼我妈, 这一桌的饭钱 都能抵得上这套房子的首付了吧。 好家伙, 我妈还真是, 住可以装穷, 但是一点也不肯亏待自己的胃。 庆云啊, 你看你跟白纸交往时间也不短了。 要是你父母也有这个意向的话, 不如, 我们双方家长看看 什么时候有空, 先互相见面吃个饭如何。 饭吃到一半, 我妈扬起职业性的微笑, 说着令人挑不出半点刺的话, 看向王庆云。 她夹着鲍鱼的筷子一顿, 然后将餐桌上最大的那块鲍鱼 夹到自己的碗里, 又抬头用鱼光铁了铁我们家。 标准的小公寓二十一厅, 客厅里摆着我妈不知道从哪里倒腾过来的二手沙发, 那沙发连内心的棉花都渗出来了。 我嘴角抽了抽, 想来应该不会超过一千元。 中央空调更是给人一种古董级的感觉, 只怕那个款式, 应该也是十几年前的电器吧。 厨房更是小得要命, 我刚刚进去帮我妈端菜, 我们两个女人转个身就没多余的空间了。 整个公寓都没有我房间的卫生间大。 我看着她, 她显然也在打量我们家。 随后, 她看了一眼我妈妈, 低着头继续捣弄着碗里的鲍鱼, 语气很淡地开口。 阿姨, 等过段时间吧。 我爸妈这段时间挺忙的。 闻言, 我爸妈面面相去, 也没再开口说任何话。 吃了饭回去的路上, 安静的车厢里, 我们谁都没开口。 第二天, 王庆云早早地就出门, 只在微信上淡淡地给我发了一条微信。 我今天要去跟主管出差, 过几天回。 我滑掉她的对话框, 显然没有想要回复她的想法。 过一会儿, 我妈又给我发了一条微信过来。 女儿, 这人不适合你。 是啊, 确实不合适。 下午的时候, 我正在办公桌前做项目预算, 闺蜜一通电话打了过来。 你男朋友是不是在欧洲? 你知道他跟一个女的在一起吗? 他们还亲嘴了, 我去。 我现在就给你看照片。 我这边还没开口说话, 我闺蜜就机关枪一样, 噼里啪啦说了一大堆。 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 我手机已经收到了一张照片。 那是王庆云亲密地搂着他的主管, 此刻正在酒店门口望我的亲着嘴。 女人香奈儿的衣服套装倒是第一时间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那好像是几年前的款式了吧? 虽然是经典款, 但看得出来已经穿了蛮久的。 我突然想起, 以前我跟王庆云出去约会的时候, 他经常跟我说的一句话, 白纸, 你就不能稍微打扮一下自己吗? 你看看你, 总是白T恤加牛仔裤, 一点女人味都没有。 这么一说, 我突然想起来, 我那价值千万的别墅里, 好像刚送来最新一季度的香奈儿衣服跟包包, 放在我的衣帽间。 我拉着我爱马仕的行李箱, 离开了王庆云的公寓。 王庆云刚看到这只爱马仕的行李箱的时候, 我还撒谎告诉他说, 这是高仿来的。 其实他不会知道的是, 这是我提前在国外预定了十几万的美元, 才拿到的货。 而这十几万美元, 都顶得上王庆云二十年的工资了。 可我妈从小就告诉我, 不要炫富, 要低调。 于是我只能昧着良心, 撒了一个善意的谎言。 其实, 那天去吃饭的时候, 善凡他表现好一点的话, 我也不会对他这么失望。 其实, 我本来打算吃好饭那天晚上告诉他的, 我家产业还挺多的。 就比如, 他目前在职的公司, 也是我家投资的公司之一。 就比如, 他所居住的这幢大楼, 也是我爸旗下的房地产业之一。 还有, 如果他父母也同意的话, 到时候, 结婚车子房子都可以我家来。 毕竟我家不缺钱。 我甚至在看几天去看车的时候, 还提前给他配好了新出的高配置的奔驰大具。 我想, 他肯定会喜欢这样的车型, 毕竟一套配置下来, 少说也要一千万。 但我没想到, 他竟然在看到我家住在公寓里的时候, 一脸的冷漠相对。 一想到这, 我一句话都没说出来。 我想起昨天晚上, 我躺在床上, 背对着王庆云问他, 你是不是嫌弃我家太穷啊? 其实那个瞬间, 我很想把我家的实际情况 跟他全部坦白出来, 毕竟我们相处了将近一年, 我对他还是有感情在的, 而且我也不想骗他。 可是王庆云只淡淡地说了一句, 不早了, 睡吧, 就没有再开口说什么, 只是语气里的冷漠跟疏离, 是毫不加掩饰的。 我的话就那样卡在嗓子眼里, 再也说不出来。 我妈也告诉了我, 他们对王庆云是一点也不满意。 先不说没有餐桌礼仪, 就是回答长辈问题, 也不知道正是人家的眼睛。 更是在进门后, 毫不掩饰地透露出 对我家贫穷的嫌弃。 这种人, 一看就是特别视力眼的男人, 可我起初并不想这么快就放弃。 但当王庆云跟别的女人亲吻的照片 摆在我面前的时候, 我就觉得脸颊像是被人 硬生生地打了一个耳光。 生疼。 王庆云去了欧洲两天, 第三天晚上回来的。 他回来公寓的时候, 已经半夜十二点, 身上还带着一股 陌生女人的香水味。 就在他去卧室洗漱的时候, 放在床头柜的手机突然 传来一条微信消息。 看着亮起的屏幕, 我内心深处总感觉 这条短信不可能是跟工作有关。 毕竟深更半夜的, 谁会在这个时间点聊工作? 我打开床头灯, 从被窝里起身, 输入密码, 打开他的手机。 下一秒, 我就看到他微信 不知道什么时候 置顶了一个女人的头像, 并给人家备注了宝贝。 那个被他称为宝贝的女人, 给他发了一条微信, 问他到家了吗? 看这个语气, 就知道两人的关系 肯定匪浅。 我忍着心里翻江倒海的怒气, 开始查看他们的聊天记录。 聊天记录很长, 因为他们俩基本每天都要花好几个小时讲废话。 但更多的是王庆云单方面的热情似火。 他说, 以后你想去什么地方就跟我说, 只要我有空, 我肯定第一时间带着你去各种你想要去的地方。 可王庆云对我从来都没有这样温柔的语气, 他对我向来有一种自以为是的高傲感。 他还说, 我要好好努力地工作, 让你以后过上好生活, 不能让你跟着我吃苦。 所以他有的时候带我吃饭, 只是点一碗简单的牛肉面吗? 而用省下来的钱在外面按搓搓地养小三, 亏我还傻傻地看他这样辛苦给他省钱是吗? 最后他说, 经过这两天, 我突然发现, 我真的很喜欢你, 每次一见到你, 每次跟你在一起, 我都感觉我的心是为了你而跳动的。 原来他背后是这样一个毫无尊严的舔狗吗? 聊天看到这里, 我大概也能猜到, 那个女人是他的主管, 是他的上司, 也能帮助他在职场上更进一步, 所以他就会这样去迎合他吗? 那每天晚上, 跟他躺在同一个被窝里的我。 算是什么? 暖被子的床扮吗? 王庆云洗好澡出来的时候, 显然没有想到, 我还没有睡着。 而且, 当他的视线一到我手里握着他的手机时, 他无比激动地冲到我面前, 将手机一把夺走, 然后狠狠地推了我一把, 索性我背后的是枕头, 但我的手腕还是不可避免地撞到了床头的一角。 手肘被撞到, 刺痛感牵扯到神经, 我倒吸一口凉气。 我还没开口说话, 王庆云倒是先发制人地质问我, 白纸, 你竟然偷看我的手机? 我揉着发痛的手臂, 轻声开口, 王庆云, 你这是什么意思? 脚踏两条船, 把我当成备胎吗? 一边跟我在一起, 一边有攀附你上司的大腿。 王庆云, 我看着他, 语气些许地讽刺他道, 我以前怎么不知道, 你是这样一个让人感到恶心的人。 我说出的这话, 明显让他动了怒气。 我恶心? 我恶心什么了? 我们在一起一年, 不过就是每天牵牵小手, 就算是同睡了在一张床上, 你都不让我碰你。 王庆云拿手指指着自己, 因为情绪过于激动, 眼睛微微外秃, 看上去很是猙獰。 还有, 你看看你自己, 浑身上下一身的穷酸样, 就连衣柜里面, 都没有一件像样的, 拿得出手的衣服。 王庆云走到衣柜边, 一把猛地打开衣柜门, 因为巨大的惯例, 衣柜里面的衣服, 轻轻地摇摆着。 我看到洗得有些发白的牛仔裤, 以及单调乏味的T恤, 但其实王庆云不知道, 那些衣服, 都不是他所认为的杂牌。 相反, 就是一件T恤, 可能都抵得上他一个月的生活费了。 你看看, 你每天穿的不是白T恤加牛仔裤, 就是单调的衬衫加西装裤, 就连我们一起出去约会, 逛街, 吃东西, 你都是这样的搭配。 一点女人味都没有, 有的时候, 我真的都不想跟你出门。 王庆云说完, 还用颇为嫌弃的眼神, 看了眼那些单调的衣服。 只是此刻的他不知道, 这些衣服只是我另外的一种保护色。 你说什么? 原来在他眼里, 我就是这样一个无法带出门的土妞, 因为大街上但凡是个成年的女人, 都穿得比你有档次, 有品位。 王庆云没在遮掩, 将心里的话一股脑地都说了出来。 还有, 你看看你们家那个经济条件, 就连沙发, 空调用的都是二手货, 还想跟我父母一起吃饭。 我实话告诉你吧, 白纸, 我不会跟你结婚的, 最起码, 不会跟一个比我还穷的女人结婚。 她的语气那样肯定, 让我久久都无法回神。 所以, 你想要结婚的对象, 是你的主管上司吗? 就因为她有钱, 有权利, 有地位。 王庆云用余光看了我一眼, 没说话, 但是那个眼神 已经让我明白了她的意思。 我低头冷笑了一下, 干脆也不再跟她交流, 走到一旁将我的行李箱打开, 开始收拾起行李, 准备离开。 王庆云怀胸看着我, 开口嘲讽道, 白纸, 你要是这次从这里搬出去了, 有本事就别再回来。 我使她为空气, 将我的东西 一股脑地放进行李箱里, 转身离开, 就她五十平方的破公寓, 搞得自己有多稀罕一样。 身后的门 被我狠狠地关上, 连带着垄断了王庆云, 还在喋喋不休骂我的声音。 我倒要看看你一个穷酸样的人离开了我, 还能去哪儿。 白纸, 你别让我看到你跪在地, 祈求我收留你的模样。 我冷哼一声, 就怕到时候跪下来的那个人是你。 我拿出手机, 给我家司机打了电话, 很快司机就开着宾利来到我面前, 去我郊外的那套别墅。 我本来想去自家酒店, 但后来想了一下, 感觉还是别墅住着舒服多了。 毕竟价值千万的别墅, 空着也是空着, 多浪费啊! 更重要的是, 这幢别墅是王庆云望尘莫及, 且想也不敢想的存在。 他当然不会知道, 我的真实身份和他简直就是云泥之别。 第二天出门, 我刚到公司, 就看到王庆云给我发了一份文件。 打开来一看, 我差点没笑出声。 这个世界上, 怎么会有这样厚脸无耻的人? 他竟然连夜把我们这三百天来约会的经费 都整理成一份文件发给我, 然后让我给他钱。 白纸, 你想分手可以, 先把这段时间我花费在你身上的钱还给我。 我突然很有兴趣地想看看, 王庆云发给我的表格里都列出来了哪些东西来? 1.3月5号, 外出吃西餐, 每团价200元。 2.4月10号, 去游乐园, 团购价150元一人, 合计300元。 3.4月10号, 中饭游乐园牛肉面, 一人50元, 合计100元。 晚饭中式餐厅, 合计230元。 4.4月20号, 我生日, 他发给我一个52.0的红包, 外加一个120元的蛋糕, 还有一朵9.9的玫瑰花。 5.出去看了五场电影, 一共135.8元。 6. 他甚至连买饮料的钱, 车费, 寄东西的快递费, 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费用, 都给我算在了里面。 零零碎碎地加起来, 一共是3548.56元。 看着最底下那个数字, 我嘴角一勾, 这个数字连支付我一个包包的尾数都不够。 没想到, 他倒是记得挺清楚, 还在每笔消费之前, 给我带上了日期, 那他怎么不想想? 我跟他交往的时候, 我买给他的东西, 以及我在他身上花费的钱呢。 一百天纪念日的时候, 我给他买了一双鞋子, 价值七千五百元, 还是我托了很多朋友 从国外调货过来的。 他生日的时候, 我送了他块卡蒂亚兰气球万表, 价值将近五万。 还有, 我们每次出去吃饭, 我都是暗地里先把一些大额的单子挤付好, 而他不过是付了一些比较小部分的钱罢了。 而现在, 他竟然还有脸把这个钱给我摆在我面前, 给我炫耀。 真的是所谓的人不要脸天下无敌。 我感觉跟王庆云这种SB继续对话下去, 我自己的智商都会被他拉低。 于是我没有理会他, 一口气将他的微信拉进黑名单, 连带着他的手机号。 我想这样一来, 他应该不会再来烦我了吧。 可我没有想到, 人不要脸起来是可以刷新你的世界观的。 包括当初你脑子进水看中的前男友。 隔了一天, 美里王庆云, 他不知道通过了什么方式, 竟然直接在我们公司的内网里挂出, 我是个谈恋爱花别人钱的爱慕虚荣的女人。 还附带了一份文件。 好家伙, 这份文件里面竟然把那些钱都给我删掉了, 反而是更加突出了我的坏。 不仅如此, 正值中午的时候, 他还跑到了我们公司, 找到了我。 我那时候本来就因为早上的事心情不好, 看到他找上门来, 我更是胸腔满满的怒火。 看来这人是主动找上门来挨揍的, 那我看来也不必心软了。 于是我放宽心态, 想看看他到底准备玩谢儿什么把戏。 王庆云一看到我, 就开始大声嚷嚷。 白纸, 你在这里正好, 来来, 大家都看看, 这个女人在谈恋爱的时候, 是怎么样的一副面孔。 说完, 还从手里拿出一份份的宣传手册, 逢人就发。 同时, 一边看着手里的那份宣传手册, 一边开始用手指着我, 对我窃窃私语。 我垂在身侧的手开始握拳, 有些抑制不住自己情绪, 开始颤抖。 在我过去二十几年里, 王庆云这种人爱扎行为的事情, 我也只在电视上看到过, 可现如今, 当他站在我面前, 用一副道貌黯然的样子, 看着我的时候, 我才感觉, 人心的黑暗。 午休时间, 不知道安静吗? 都在这里吵什么吵。 就在我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这种情况时, 老板警行突然从楼上走了下来, 警行一米九的个子, 穿着一身高定的西装, 迈着步伐走了过来, 在经过王庆云的时候, 他微微瞇了瞇眼, 然后从他手里拿了一份宣传册看了起来。 不过几秒的时候, 我听到了他喉咙里发出了一阵在嘲讽不过的笑声。 站在他身边的王庆云, 看着眼前人一身尊贵的打扮, 在一瞬间没了叫嚣的底气。 所以, 你这是来我们公司, 找我的员工讨情债来了。 警行的桃花眼, 看了一眼, 站在不远处, 被气得满脸通红的我。 话语里, 满满的讽刺之意。 对, 你是老板吧, 那你可要给我讨个公道。 白纸在跟我恋爱期间肆意地花费我的钱, 现在跟我分手了, 二话不说就把我拉黑。 你说, 既然分手了, 男女之间的账是不是该算算清楚? 这种拉黑人逃避责任的做法过于下齿, 这种女人留在公司也是个祸害, 应该开除了才好。 我气得恨不得冲上去狠狠地扇他两巴掌。 怎么会有这样胡搅蛮缠, 蛮不讲理的男人? 我一直以为这个世界上, 只有女人才会蛮不讲理, 却没有想到, 男人不讲道理起来, 比女人更不要脸。 而且, 他怎么不想想, 自己此刻手腕上的那块卡蒂亚手表, 还是我买给他的。 警醒撇了他一眼, 冷笑别开头, 不再看他。 白纸花了你多少钱? 王庆云一听到钱这个敏感词, 立马两眼发光。 五千。 声音大的, 简直就怕别人是笼子听不到一样。 我冷笑一声, 虽然我猜到王庆云会给我乱报价, 但是看他一边贪钱, 一边又不敢把价格网高了报的样子。 我真是越来越看不起他了。 但凡他敢说了几万, 我都不会这么嫌弃他。 果然, 他这话一出口, 办公室里的大家伙, 瞬间就像听到一个笑话一样。 纷纷开始捧腹大笑起来, 一个穿着Jimmy Citroen高跟鞋的女生, 颇为不屑地看着他。 五千多你都说得出口吗? 现在谁出去吃顿饭, 不用上千。 就连我朋友过个生日, 我送个礼物都要小两千。 你没这个金刚钻, 就别懒这个瓷器活。 自己没资本谈恋爱, 还在那边要女生的钱。 要不要脸的? 还真的是见过不要脸的, 但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 王庆云被一番话, 气到脸色瞬间惨白, 正准备反驳, 又听到身边一个男人开口。 行了, 早点回家洗洗睡吧。 作为个男人, 还这么斤斤计较, 谈个恋爱, 花个五千多你就这么放不下了。 那你以后要是娶老婆花了五十几万, 你岂不是要失眠睡不着觉了? 身旁的人听到这话, 瞬间笑场。 而王庆云就是这场子里的小丑, 就是早点回去吧, 少给我们男性同胞丢脸, 你不想谈恋爱了, 我们还想结婚呢。 是啊, 真是天下之大, 无奇不有, 就是怎么有脸说得出来的。 大家有纷纷嘲笑起他来, 王庆云的脸都气得跟霓虹灯一样, 在红绿色中不断地闪遍着, 看他终于没话可说了, 我拿出早就准备好的文件, 一巴掌甩在他脸上, 想要我先把钱给你试吧? 行啊, 那你也把我花在你身上的钱转给我。 我二话不说, 往王庆云的卡里打了3548.56元。 很快, 他的手机传来银行的到账短信, 我将转账信息截图摆在他面前, 然后静静地等他给我钱。 王庆云先是一愣, 我猜他不会想到我会留有这手。 确实以他的智商, 很难跟我想到一起去。 但很快, 他就厚脸皮地开口, 谁说你的这些东西是买给我的, 谁知道你会不会买给别人的, 然后嫁祸在我头上。 看看, 这人多蠢, 嫁祸这词是这么用的吗? 你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种东西叫做快递吗? 快递都是实名认证签收的。 王庆云有的时候说你蠢你真的应该谦虚一下, 因为那是在夸你, 懂吗? 王庆云瞬间有一种被人羞耻的感觉, 如果是旁人也就算了, 偏偏一点也不给他面子, 让他感觉无地自容的是我这个前女友, 在他眼里比他还不如的前女友。 他大步上前, 紧紧握拳的手背上露出刺眼的青筋, 我感觉他想打我来着。 而他也确实有这个想法, 可就在他抬手的瞬间, 一个身影出现在我身前。 居然是我老板警行, 他抬手就拦住了王庆云举起的手, 并猛地用力一推。 王庆云这种小菜鸟怎么可能是警刑的对手, 瞬间就被推倒在地。 保安立马把他给我轰出去, 以后公司大门不准他再踏进一步。 几个保安立马上前制止住王庆云, 然后像架小鸡一样把他拎了出去。 可怜王庆云的嘴里还喋喋不休地骂着。 白纸,我不会就这样放过你的, 你给我等着。 你这个直阳人。 王庆云难听的话, 源源不断地从他的嘴里出来, 我第一次感觉自己那时候, 真的是瞎了眼了看上这样一个男人。 我这口气被生生地堵在胸口, 吐不出来, 咽不下去。 但我一向不是任人随便欺负的主, 王庆云都踩到我头上来了, 我也没必要再当什么忍者了。 我准备要好好地送他一份大礼。 我走到警行面前, 深呼吸一口气, 整理好自己的情绪。 老板, 我下午请个假。 干嘛? 感觉丢脸了。 警行一向毒舌, 但我此刻并不在意。 不是, 去报仇出口气。 警行挑了挑眉看了我, 然后点点头留给我一个潇洒的背影。 还告诉我, 战斗力强一点, 别给他丢脸了。 于是我用极强的战斗力 将我买给他的那些收据小票 都拉了出来。 还将闺蜜之前发给我的那些 关于他出轨的照片都整理好。 既然他撕破脸, 那也不要怪我不给他面子了。 搞笑, 把我看得用耸包一样。 走出公司大门, 看到玻璃门前的 我自己平淡无比的打扮, 我突然脑海里闪过一个想法。 既然准备好好打他的脸, 那不如再狠一点。 我打车去了别墅, 拉开衣帽间的门, 看着满满当当的香奈儿, 古池, 爱马仕, 在衣柜中选了一套 十几万的香奈儿的 经典手作小黑裙, 背上价值三百六十多万的的爱马仕喜马拉雅钻扣版的包包。 这一只包少说, 也可以买王庆云现在所住的一幢小区了。 我对照着镜子, 露出一个再满意不过的微笑。 开着奔驰大巨来到王庆云公司门口, 前台小妹看我这身装扮, 以为我是哪家合作公司的代表。 二话不说, 问都没问我就把我往老板办公事领。 果然是人靠衣装。 老爸看着我, 浑身上下散发着一副金钱的味道, 虽然不知道我是谁, 但显然他也不敢贸然行事。 其实从王庆云被赶出我们公司之后, 我给他发过微信, 却发现这人把我拉黑了。 果然, 没品的男人也只会做出这种低俗的事情。 我翘着二郎腿, 坐在老板对面的椅子上。 陈总不好意思打扰你一点时间, 是这样, 你们公司王庆云来我公司闹。 说我谈恋爱的时候, 花他的钱让我把钱转给他。 既然他在我们分手之后提出这样的要求, 我自然可以满足他的要求, 毕竟我也不差这点钱, 但做人向来讲究一个礼尚往来。 我花了他的钱, 那他花我的那份子钱, 我是不是也应该追回来才对? 我红唇微起, 看着眼前的陈总。 这位小姐, 这个情侣之间的事情, 我觉得闹到公司来不太好, 而且分手是常有的事情, 把恋爱经费讨回来这件事, 实在是有损面子。 陈总摇摇头, 眼神显然有些鄙夷。 陈总的话语, 意料之中, 如果不是王庆云做得那么绝, 我根本就不会到他公司, 做出这样导人胃口, 又没格局的事情来。 我点点头, 觉得他说的话确实在意。 确实是这样没错, 这是王庆云发给我的消息, 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 他希望我能将谈恋爱的钱还给他。 不仅如此, 他还到我公司大闹一场, 当着全公司的人的面, 说我是个贪钱的女人。 我将证据悉数摆在他面前。 对了, 他还在跟我谈恋爱的时候, 出轨你们公司的王主管, 也就是王庆云的直系上司, 两人曾经多次利用出差经费 去国外旅行。 游玩, 我想这些, 张总应该不知道吧。 我嘴角扬起一丝微笑, 以我的背景, 想要调查王庆云, 简直就是易如反掌。 我看着百叶窗外人影走动的样子, 就知道他们此刻 肯定都趴在窗外听着八卦呢。 毕竟公司这种地方, 是最不缺八卦的地方。 但是那个张总根本就连眼睛都没抬, 他眯着眼用手敲打着桌子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 对了, 家父是国和企业董事长白博, 之前跟贵公司应该有过合作。 此话一出, 张总的脸瞬间切换成一副义愤填膺的模样。 他按下内线的电话, 叫秘书第一时间把王主管跟王庆云叫上来。 白小姐放心, 我一定还给你一个公道, 真没想到王庆云竟然是这样一个脚踏两条船, 伤风败俗的男人。 还因为这区区五千元就诋毁你的名声。 你放心, 陈叔叔在这里, 没人敢欺负你。 陈总拍了拍自己的胸脯, 大有一副我为你出头的模样。 我低头摆弄了一下自己的指甲, 轻声笑了笑。 王庆云很快就来了张总办公室, 他的面前还有一个女人。 不出意料, 这个女人应该就是王主管, 看她穿的那身香奈儿, 我昂头自信地看着她。 因为我一眼就能看出来, 她的那套衣服是二手货。 这不就是典型的打肿脸充胖子吗? 王庆云在跟张总打过招呼之后, 终于注意到了坐在一边沙发上, 浑身上下都散发着金钱味的我。 她的眼底闪过一丝惊讶。 就是这种表情, 不然我的这份装扮不就毫无意义了? 随后, 她才像是想起了什么, 神情突然变得有些慌张起来, 她看向张总桌上的那些文件, 瞬间就明白了怎么回事了。 张总, 这是误会, 你听我解释。 张总静静地看着她, 倒是还没开口, 就见她先发了言。 这些都不是真的, 对, 这些都是她捏造的假证据, 不能信的, 是她在跟我谈恋爱的时候, 一直花我的钱, 现在分手了, 她没有了可以依靠的经济来源, 就想出了用这样的办法来骗钱, 没错, 就是这样。 张总怀胸看着她, 眼神里似乎是在说, 你编吧, 我静静地听着你编。 小王啊, 你真是太丢我们公司的脸了, 跟别人谈恋爱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对吧? 谈恋爱的时候花点钱追女生, 讨女生欢心也是在正常不过的事情, 对吧? 你怎么能因为分手后, 而为了区区五千多元钱, 就追到人家公司去, 还在大庭广众之下, 诋毁人家的名声呢? 张总很是嫌弃地看着她, 你真是给我们男人丢脸。 张总愤愤地说道, 王庆云的脸色瞬间变白。 我, 我错了。 有张总在, 王庆云就算再怎么有脾气, 也不敢当场发, 毕竟她还靠这份工作吃饭呢, 既然人家已经把钱还给你了。 小王, 你也知道该怎么做了吧? 王庆云咬了咬唇, 然后把我从她的黑名单里拉了出来, 给我转账了五万, 还特别自觉地将零头给我抹去了。 她当初站在我公司, 面对我的时候, 可就没有这么慷慨了。 还有七千五百。 我显然并没有打算给她这个面子。 她拿着手机的手微微颤抖, 脸色也变得有些铁青, 在张总的监督下, 她没有办法, 只能打开手机, 叮咚一声, 我的手机再次转来一条 转账成功的信息。 我满意地朝着陈总点点头, 后者很聪明地接受到我的意思。 王庆云, 还有一件事, 你跟王主管是怎么回事? 陈总将那些不堪的照片 放在两人面前, 本来站在一旁, 角落的王主管听到这话, 立马上前一把拿过照片。 陈总是王庆云先勾引我的, 我很明确地跟他表明 我对他并没有意思, 是他, 是他看对我软得不行, 于是就用这种下三滥的硬招 来对付我。 王主管说的话, 前后逻辑一点都不通, 可怜他还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 想出这样一个理由 给自己解围。 果然能做出恶心事情的人, 背后总有着千万万的理由。 你说什么? 你也太恶心了, 明明你也对我有意思, 怎么能说是我又勾引你呢? 眼看着两人就要吵起来, 陈总立马一声呵斥。 行了? 你们两个人都不用在这里 给我针对错了, 公司里面绝对不允许 有这种伤风败俗的事情出现。 王庆云你脚踏两条船, 伤风败俗, 道德败坏。 王主管, 你明明知道 他是一个有女朋友的人, 还做出这样不检点的事情来, 不仅是损害公司的名誉, 更是给公司抹黑。 你们两个人把东西收拾好, 今天下午就去人事部办理手续, 工资我会让人事多给你们结一个月的。 两人听到这话, 吓得腿都软了。 尤其是王庆云, 他一把扑到张总面前, 紧紧地抱着张总的大腿, 苦苦地哀求道, 张总, 这是白纸对我的诬陷, 你不能只相信他的一面之词啊, 而且我在公司兢兢业业地做了这么多年,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 你再给我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吧。 他又看向我, 满眼的仇恨。 白纸, 是不是你跟张总还说了什么别的, 让他开除我, 你怎么能这么狠心, 我好歹也是你曾经交往过, 你这么对我, 你对得起我吗? 我欣赏了一会儿, 王庆云不怎么样的演技, 然后起身, 走到他面前。 我当然对得起你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第一, 你能进入张总的公司, 是我托我爸给你安排进来的, 不然, 你以为你一个二流大学毕业的本科毕业生, 能进入这种五百强企业吗? 第二, 你知道, 为什么你住的那套公寓, 每个月房租都这么便宜吗? 因为那是我名下的房子, 而我爸是国和企业的董事长。 第三, 你知道我为什么, 每天都是低调单衣的白色T恤加牛仔裤吗? 因为我爸妈告诉我说, 让我要懂得学会低调, 不要炫富。 而你以前经常羡慕别人的女朋友, 总是打扮得美美的样子, 其实你不知道的是, 我的衣柜里, 满满当当的都是各类的大排衣服, 只是我懒得去穿罢了。 像你经常挂在嘴边的香奈儿的衣服, 前几天香奈儿专柜专门给我送来一季度的新衣服, 此刻还放在我五百平富士别墅的衣帽间呢, 连吊牌都还没来得及撕下来。 哦, 对了, 还有一件事情你应该不知道, 就之前你特别特别嫌弃的那些T恤, 其实那些衣服都是专门定制来的, 一件衣服可以抵上你半年的生活费了。 所以, 我也不是你眼中的什么穷光蛋, 而是国和企业的董事长千金。 还有, 我有一套价值千万的富士别墅来着, 我看着他傻傻地呆坐在地上的样子, 微笑着退了场, 办公室的同事们看着我离开, 在我的背后开始窃窃私语道, 天哪, 你看到他的那个包了吗, 那可是爱马仕最贵的之一, 一个就要几百万呢, 那个人简直就是把一幢楼都拿在手里, 还那样的云淡风轻的样子, 没错, 既然是我给他的东西, 那本来就不属于他的, 所以我拿回来再正常不过。 王庆云当夜就联系我了, 小纸, 我错了, 我发现自己那时候真的是鬼迷心窍了, 才会对你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电话里, 我一听到这个声音, 就想起王庆云如同舔狗般的模样, 出现在我眼前。 我其实一直爱的都是你, 我们还能重新开始吗? 我冷笑一声, 二话不说, 直接拉黑他的所有联系方式, 重新开始, 这种不要脸的话都说得出口。 在王庆云干了这一系列的不要脸的事情后, 我真的没想到他竟然还有脸再回来重新找我。 爱我? 他爱的是我吗? 我觉得不是, 他爱的是钱。 我妈说得没错, 其实有的时候, 有些人一事便知真假。 就像王庆云, 他这样势力的一个人, 自然知道, 攀扶上我这棵大树, 后续的生活肯定是无比舒坦。 也幸亏我爸妈的试金时, 让我清楚明白了, 看清楚了这个人的真面目。 我以为我跟王庆云的事情就这样结束了。 这座城市这么大, 我们总不会再遇到。 可我没想到的是, 半个月后, 我会再次遇到王庆云。 恰值周末, 我被闺蜜拉起来去吃饭, 刚走到饭店门口, 就被人拦在那里。 我玩手机的手一顿, 连带着脚步停在饭店门口。 拦我的是饭店门口的服务员。 不好意思小姐, 本店对顾客的穿着打扮有严格要求, 你不符合规定, 不能入内。 我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衣服, 简单的白色T恤加牛仔裤, 咕吱得人字拖。 乱糟糟的鸡窝头, 还有一副黑矿眼镜架在我原本高挺细小的鼻梁上, 目的就是将我的素颜微微遮了一下。 服务员从头到尾看了我一眼, 然后用鄙怡的眼神继续说, 小姐, 我们这边是高档餐厅, 近来的顾客非富极贵, 像你这样的, 可能我们饭店转角处大食堂会更适合你一点。 说完, 他还装作很亲切很友好的样子, 帮我指了一下路。 我心里的火一瞬间就冒出来了, 这家店是我们家新开的五星级饭店, 因为离我别墅近, 我每天懒得做饭, 也不喜欢吃外卖。 于是我爸就在附近给我开了一家五星级饭店, 赚不赚钱倒不是最重要的, 重要的是我每天可以吃到自己喜欢的食物, 不至于饿肚子了。 就连聘请的都是私人厨师, 专门为我做菜。 之前是营业的时候, 我一到餐厅, 新鲜空运过来的法国鹅肝, 菲利牛排早就准备好, 就等着我来了。 我倒是第一次见到态度这么差的服务员了。 我正想跟他说道说道, 旁边突然传来一阵刺耳的声音, 庆云。 这就是你说的打脸充胖子的虚荣前女友吗? 我一听这话, 眉头紧簇, 嘴唇抿了抿, 然后转头, 果不其然看到了王庆云跟另外一个女人。 我听闺蜜提起过, 王庆云因为那件事后被公司开除, 而且在我爸的吩咐下, 基本没有公司敢录用她。 而她也不知道从哪里听来不靠谱的消息, 说我是充当有钱人的虚荣女人。 而此刻她身边站着的那个女人, 就是一个小家族企业的女人, 好像叫什么家来着。 对啊, 家家, 就是她, 在我们公司大肆炫耀自己多么有钱。 你看你看, 我没说错吧, 她又穿着那白色T恤加牛仔裤了, 真不知道那天她那些衣服包首饰都哪里租来的。 真爱慕虚荣。 还想来这样高档的饭店吃饭, 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 真以为自己是富二代啊。 沈佳佳斜眼泥了我一眼, 然后冷冷地嘲笑我一声, 故意从我的身边走过, 还狠狠地用肩膀肘撞了我一下, 我被她猝不及防地撞得后退了几步。 你。 我正准备拉住她的手, 却被服务员又一次拦下。 不好意思小姐, 请你不要打扰到我们的顾客用餐。 我沉下脸, 情绪在发怒的边缘。 她是顾客, 难道我就不是吗? 服务员这下像是被我问烦了, 连假笑都不演了, 伴着脸严肃地对我说。 小姐, 我就算好心让你进来, 你也吃不起, 实话告诉你, 我们餐厅一个菜价就能抵得上你一个月的工资了。 我简直被她这番话给气愣了。 往常我去熟悉的门店吃饭逛街, 那里的服务员基本都认识我, 就算我穿得再怎么简单, 他们对我都是客客气气的。 我还真是第一次遇到这样蠢低, 还自以为很会看人的服务员, 果然一遇到王庆云就没有什么好事。 就是, 看你这身打扮就知道, 你工资最多不过五位数, 你还想来这里吃饭, 吃什么, 喝汤都不够你付钱的。 沈佳佳挽着王庆云的手臂, 得意的尾巴简直都快要飞上天了。 可能是不知道受到什么刺激了, 突然想体验一下我们妇人的生活吧。 他们俩在门口一应一答的, 来来往往的顾客视线开始被吸引过来。 我忍无可忍, 从口袋里掏出手机, 打了一个电话。 徐经理, 我现在在饭店门口, 有点急事, 你过来一下。 我语气很冷, 电话那端的人很快硬打下来。 不出三分钟, 徐经理就出现在饭店门口。 他气喘吁吁地跑到我面前, 看着我站在门口, 服务员还一脸正义地挡在我面前, 不让我进去时。 立马转身呵斥服务员。 这位小姐是餐厅大老板, 你为什么还不好好招待, 傻站在那里干什么? 当木头吗? 此话一出, 服务员自以为是的 get到了经理话里的重点, 于是立马从里面拿出了一瓶 伊云的矿泉水递到沈家家面前。 老板您请, 经理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在我面前弯腰, 极其恭敬地亲自将我领进餐厅。 我走到一半, 然后在那三个人惊讶外带恶然的表情中 飘飘然地开口。 怎么, 不进来尝尝富人餐吗? 饭店私人沙发上, 我慵懒地翻着菜单, 反正现在也没什么食欲。 这位服务员刚才说我进来 也吃不起这里的菜, 还说餐厅对顾客有着装要求。 徐经理, 我怎么不知道顾客还有着装要求这一说法呢? 还有, 你这个港前培训做得不到位啊。 徐经理一听这话, 额头的汗水开始源源不断地冒出来, 他赶紧给我鞠躬道歉。 不好意思, 白小姐, 他今天第一天上班, 很多事情确实不懂, 我替他向你道歉。 说完, 徐经理立马拉了一把 还在傻愣着的服务员, 后者立马弯腰九十度。 对, 对不, 对不起, 白小姐, 我, 我有眼不识泰山, 我不是故意的。 我合上菜单, 怎么还结巴了呢? 服务员摇摇头, 那脸色被吓得惨白惨白的。 对了, 他们那桌应该还没点餐吧, 要不我帮你们点吧, 算是尽一下地主之道。 我很友好的看着坐在我前面的沈佳佳跟王庆云, 我知道他们此刻的注意力全在我身上。 徐经理就给他们点一桌我之前是营业的时候吃的菜吧。 徐经理一听这话, 睁大眼睛看着我, 我自然知道, 我说的那一桌菜, 少说也要五十万。 不是他不想让后厨做, 只是他看着那两人就知道肯定付不起这个钱。 可在接触到我坚定的眼神时, 他没敢开口, 只能点点头, 然后屁颠屁颠地去后厨下单了。 对了, 等一下你帮我们俩桌上菜吧。 服务员点点头, 可在我说出后半句后, 他的表情就那样僵在脸上, 一碗一碗地端过来。 沈佳佳的那桌, 加上我的这桌, 少说也有五十个菜, 而从厨房端到这里, 一个来回少说也有一千米, 五十个菜就是五万米, 刚好给他锻炼身体了。 我勾唇温柔地对他笑了一下, 两个小时后, 服务员哆嗦着双腿, 满头大汗地将最后一个菜端在我面前。 白小姐, 您看还满意吗? 我从鼻孔发出一个N的声音来, 对了, 徐经理, 这桌菜刷卡吧, 就当是支持一下你这个月的业绩了。 我从牛仔裤口袋里拿出一张黑卡放在桌上, 徐经理一脸开心地映了下来, 就这一桌的菜, 少说也要三十多万, 这个月的奖金他肯定不少拿了。 而站在身旁的服务员一听到这话, 像是在野支撑不住一般, 直直地往地上倒去。 白小姐, 主厨从国外给你带了新鲜的鱼籽酱过来, 您要不要带回去尝味道? 此时, 王庆云跟沈佳佳早就被我惊讶地还没回过神来。 对了, 他们那桌的菜记得结算。 我将巨尾的两个词念得特别狠, 徐经理是明白人, 一下子就懂我的意思。 这位顾客, 你们是刷卡还是现金呢? 徐经理朝我恭敬地鞠了一躬, 然后转身拿着POSG去了对桌。 给就给, 我们又不是吃不起, 庆云, 刷卡。 沈佳佳到这一刻还在嘴硬, 王庆云一听到沈佳佳将矛头指向自己, 脸色瞬间变得慌张起来。 我, 我, 王庆云我了半天, 也没我出个所以然来。 一共是三十五万八千四百元, 徐经理敬业地微笑着, 面对他们说出价格。 这, 这什么菜呀? 这么贵? 沈佳佳还没开口, 王庆云就忍不住立马开口。 撕房菜不知道吗? 我走过去, 悠悠地开口。 徐经理, 我先走了, 余子将到时候直接给我送过来吧。 在两个人带着仇恨的眼神中, 我勾唇对着他们冷笑一声。 对了, 那句打脸冲胖子的话, 我原封不动的钱还给你们。 还有, 多谢你们光顾我家餐厅。 这是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 以后你们俩不准再出现在这里。 三十五万八千四百元, 如果你们付不出来的话, 我不介意让你们尝尝 什么叫做吃霸王餐的后果。 我说完, 转身准备离开。 凭什么? 沈佳佳愚蠢的, 竟然还站起来 想要跟我辩论一番的样子。 这里, 我说了算。 你去哪里了? 找你了半天。 闺蜜来到门口的时候, 我仰起一个大大的拥抱, 将她一把抱在怀里。 去撕毙了。 听徐经理说, 后来王庆云给我打过电话, 但由于我早就把她拉黑了, 所以她只能听到 机械的小姐姐的声音 一遍遍在她的耳边响起。 而那桌菜, 最终也只能轮到 她一张张的信用卡, 刷爆。 也是直到这个时候, 王庆云才真正地相信 我是一个深藏不露的有钱人。 回到家后, 手机电话铃声响起。 是景行。 渣男处理得怎么样了, 要不要帮忙? 她的声音低沉, 又带着些轻松感。 不用, 姐姐已经手刃渣男了。 我笑了笑, 那你现在单身了, 我可以追你了吗? 景行突如其来的一句话, 倒是让我颇感到意外。 我惊讶之余, 一眨眼睛行啊, 不过先说好, 我可是很穷的。